在辽宋夏三国并存的时代 涌现出了大量地位崇高 且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摄政太后 辽国的树律太后 辅佐丈夫耶利亚宝基 开创了大契丹 也计辽国的200年基业 陈天太后萧绰 在丈夫辽景宗病逝后 一力承担起了辽国的治理 为日后的圣宗之治打下了基础 法天太后萧诺金 虽然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 但在辽代历史上 仍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西夏的末葬太后 以及大梁太后小梁太后 在西夏连续三代右军继位的历史阶段 把持朝政 儼然成为了西夏的代言人 后两位梁太后 虽是汉人出身 却崇尚波治 屡屡清真攻打宋朝 虽然难以扭转战略上的颓势 却也为日后的西夏重宗改革 以及经国的崛起争取了时间 宋朝的张献太后刘氏 孤女出身的寒门皇后 在丈夫真宗去世后 设立朝政 培养仁宗 对宋代前中期的内政建设 颇有贡献 慈圣太后曹氏 将门出身 端庄内敛 富有谋略 曾居中调度 化解宫廷变乱 也在丈夫仁宗去世后 稳定了权力过渡 还有我们今天要展开的女主 宣仁太后高氏 她在儿子宋神宗去世后 成为了宋朝的又一位摄政太后 同样出身将门的她 所要面对的政治局势 远比曹太后时期复杂 而高太后对政务的理解 也比不上更早一辈的刘太后 那为何这样的高太后 就会在身后被评价为 女中尧顺 她与司马光所共同设计的 政治结构 对宋朝带来了哪些影响 这一期 我们便从高太后的角度切入 为你展开北宋的原有时代 以及旧党 是如何驱逐新党的 主角安好 我是白切玉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宣人太后高氏 小字涛涛 她出身自北宋顶级将门 高氏 高家将的奠基者 是太祖至太宗时的名将 高雄 高雄在真宗朝的禅元之战时 一颇有功劳 高雄之子高继勋 便是高涛涛的祖父了 他是太宗至真宗初期 最出色的青年将领之一 曾以赏甚多 大败其丹 不过赶上了禅元之门 没有机会再在战场上表现 相较之下 高继勋之子 以及高涛涛的爹底 高尊府 就平淡了不少 一辈子没啥显眼的事迹 最大特点就是命号 因为出身顶级将门 得也有机会和送出名门 以及曹兵的家族联姻 由此成为 仁宗皇后 曹氏的媚妇 作为高曹两家 联姻后的结晶 高叨叨出生在 宋仁宗的天圣十年 这一年人是 张献刘太后的摄政时期 那时 宋仁宗的皇后 还是刘太后 为她挑选的皇后郭氏 郭后个性跋扈 在仁宗亲政不久后 便遭废后 不想废掉郭氏后 仁宗还是无法自主选择皇后 被大臣们认可的曹氏 由此成为了新一任国母 只是曹氏也因此 无法得到仁宗的宠爱 宋代时 妃嫔为了争夺圣心 发展后宫势力 才会收养幼女在身边 以为日后 敬献给皇帝做妃嫔 小高作为曹皇后的亲戚 也因此被养入宫中 成为日后宫都的助力 小高四岁那年 仁宗因为常年无子 而将宗亲赵云让之子 赵宗时收养入宫中 以做储君培养 然在四年后 仁宗的亲子肇兴出神 宗时也被送出宫外 不知这四年里 幼年高涛涛与宗时之间 有见面的机会 直到清理七年 高涛涛依然十六岁 本演到了能见现给仁宗的年纪 不想曹皇后 却在和仁宗宠妃 张贵妃的后宫角逐中失利 当时天降大汉 张贵妃接着天人感应的由头 只是宰相贾昌朝借天灾稿 禁言仁宗外方宫中养女 以平息天相 仁宗接受了这个建议 曹皇后在宫中的势力 因此遭到严重削弱 高涛涛便在这波政治斗争中 被外奉出宫 不想仁宗又突然心血来潮 他心想曾被宫中收养的赵宗时 到了成婚的年纪 其身份 正和同被宫中收养过的高涛涛相匹配 他找来曹皇后一合计 就决定促成两个少年人的婚事 由是皇后嫁女 天子娶妇 倒也算成了一段佳话 宗时与涛涛的婚事 在告慰老来无子的人宗夫妻的同时 也让这对有着相似寄予的失忆者 从此相守 赵宗时作为仁宗曾经的养子 在宗亲中有着别样的地位 有人看中仁宗无子 便借着投资宗时以谋求未来 也有人嫌弃他被镜宗送给的过往 在背后冷嘲热讽 这让宗时自幼 便被迫身处于各种利益交换的 风口浪尖 在权力斗争的压力中摧残着身心 而妻子高师的陪伴 却给了这个孤寂的灵魂 有了能栖息的地方 同作为宫廷斗争棋子的过往 让高师更容易去体谅丈夫 而宗时的感居李靖 也让夫妻间的感情日益深厚 这些仁宗末期 因为韩琪范镇 司马光等大臣的努力 宗时正被立为储君 便在数年后得登大宝 视为宋殷宗 殷宗家的命运得以改变 这也让高师对司马光等人 有了别样的感激 只是殷宗天不假年 只做了四年天子便去世了 而他与高师的儿子宋神宗 却重用王安氏变法 将反对王安氏的司马光 范镇等老臣 进出外放出了朝廷 这也让当时的太皇太后曹氏 即成为太后的高师 心中唏嘘 关于王安氏变法的种种是非 我在过去的北宋神宗篇中 已经有详细阐述 这里就不过多展开了 有观点认为 因为变法损害了曹氏和高氏家族的利益 才让曹太后与高涛涛反对王安氏 然而就像学界 已经边缘化了宋朝中文清武的旧观点一般 在近年的历史研究中 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对上述看法表示了怀疑 虽然曹家和高家中 却有不少人利用皇亲国籍的身份谋求利益 又因为施义法的实行而失去裁员 但我们要知道 高师的叔父高尊玉 同样在神宗一朝万为显赫 然至始至终 高后都反对神宗重用高尊玉 曹高二后 之所以能在仁英神三朝中 得到士大夫们的尊重 关键便在于不思外加 两种言官彪悍 喷皇帝一脸口水 未尽见四尺皇帝袖子的都大有人在 可不是互联网上口骸中所谓的 对读书人好 统治者就能塑造出良好口碑的 旧党反王安氏变法的旗帜 恰恰便在于反对理财 曹高二后若因为家族裁员受损 而在台建被新党控制的前提下反对变法 唯一只能是嫌弃家族被言官骂得太少了 方承锋教授即认为 曹氏同情旧党 在于旧党不是仁宗老臣 都在殷宗朝的两宫之争中 调和过他和殷宗之间的母子关系 而高氏忠用旧党 也在于旧党曾对殷宗的支持 相较之下 新党与高后见的交集变少了许多 元分八年三月 宋神宗去世 年幼的宋哲宗继位 以为太皇太后的高氏 因此成为了宋代第三位设立朝政的女主 妻子神宗留给她的 据是自十八年西风变法以来 提拔而起的新党重臣 高太后不了解新法 也不熟悉他们 在她看来 没有任何事 比最高权力的平稳过渡更重要 而在这个节骨眼 若是没有熟悉的人在身边辅佐 才是最麻烦的事 好在新党内部马上就出了状况 首相王归在同年五月便突然去世 新许任首相的蔡雀 则要担任山林史 以主持神宗的葬礼 必须离开权力中心东京 近半年的时间 一下子 别让新党失去了两个强大的助力 而新党内部的变故 还不止于此 按照惯例 首相在主持完皇帝的葬礼后 需要跟着辞职 以示哀悼 这是本来该是王归来做的 但王归紧跟着就去见神宗了 这个辞官向皇帝表示哀悼的重任 就落在了新任首相 蔡雀的头上 上级有提到 为了爬到这个位置 老蔡脏活累活没少干 现在好不容易做到了百官之手 结果只给爽几个月 就提言卡到期了 蔡雀实在是不担心 但她不走 不但换了规矩 还赌了新任次相韩正的使徒 韩正出生次宋代顶基民门 人宗朝名相韩义是她的父亲 神宗朝重臣韩将 韩伟是她的兄弟 当年她还和王安石一起抛过澡堂 论自立家世 韩正都是瞧不起蔡雀的 但偏偏 人蔡雀能力强 活得出 得到了神宗的看重 也先一步做到了首相 本来两人就关系不好 现在又被压一头 蔡雀还耍赖 在权威面前 韩正也就不再装什么正人君子 关什么变法大局了 她马上找由头挖黑材料 以三朝老臣之尊 亲自跑高太后面前 说蔡雀坏话 浸血政治动物的原生态 原分朝过于推崇才能 而忽视道德的弊端 显露无遗 也难怪神宗晚年 会想着召回司马光和吕公柱 高太后意识到 韩正将会是个突破口 她便利用起禁言造势 表露出对于蔡雀的不满 就当阎官趁势跟上 紧跟着 蔡雀主持神宗葬礼时 各种不尽的黑材料也被挖出 但蔡雀本人 仍然沉浸在 僧人首相的幻境里 不但找不到应对的措施 还再次被高太后和旧党利用 宋神宗原分改制后 宰相门向皇帝奏事 需要分为 门下省 中书省 上书省三班奏事 其中首相担任门下侍郎 虽然地位高 但权重较低 而主持制定政策的 则是担任中书侍郎的次相 如果按照 就有三班分奏的制度 司马光被召回后 担任门下侍郎 奏事只能去门下省那一班 而他的老朋友吕公柱 则担任上书佐臣 在上书省那一班 两拨人虽然想搞事 但御前奏事没凑在一块 也很难形成合力 但偏偏这个节骨眼 新党领袖蔡雀 也想将三班合一 原因有两个 第一 神宗搞三班分奏 本质是为了分化宰相权力 以回收军权 其实对处理政务的效率 影响很大 别说大臣们 就算是神宗本人也一度发过牢骚 只是出于对权力欲的作祟 外加命短 才死撑了下来 第二 原本蔡雀做次响 地位较低 却权重高 如今做首相了 他贪心不足 还想捏着过去的权重 那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合班 让中书省跟着自己一起开会 这样的话 不做中书侍郎 也能用首相的权威 影响朝政 这样一来 新党开了绿灯 也正中了高太后 与旧党的下怀 而韩正虽然吃憋 但他要依靠高太后对付蔡雀 也只能保持安静 如此 新党昏照迭出 也由不得高太后和旧党布局 实现了局势的逆转 旧党老臣韩伟 也在不久后被安排为了折宗的老师 司马光和吕公柱 又给高太后参谋了一份眼光的名单 范春仁 李长 刘志 王岩守 苏折 竹光亭 范祖渝等等 全是反对过变法的大臣 高太后嫌麻烦 直接绕开遍布新党的梁府 以终止任命了其中的五人进入台阶 配合司马光队朝廷广开沿路的建议 新的风暴已经出现 那么旧党的反击 是不是就能在新党内斗的局面下 一路高歌猛进 实现完美的虐杀呢 倒也未必 有一人便挺身而出 提出了抗议 知书秘院士 张敦 比起蔡雀和韩正的帮政治动物 张敦在政治上的担当 强过他们态度 张敦直言 第一 范春仁与范祖瑜 同次向韩正有亲戚关系 按照制度规定 宰相的亲戚 是不能做阎官的 第二 司马光和吕公柱 举这阎官 却绕开梁府 算几个意思 司马光一看 不但种族质不如张敦 还被他命中要害 效果霸群 无奈只能把心一横 使出必杀 自爆 回击说 范春仁和范祖瑜 都是德才兼备的贤臣 如果惹了嫌疑 那干脆让他司马光 承担责任 自请罢官算了 当年范祖瑜放弃前途 跟着杂刚光 在洛阳秀了十几年书 杂刚光为了举荐他 来这么一下 不得不说 也算很够意思了 张敦则知道 把司马光逼急了 自觉也不好 整太狠 这个阶段的张喵 还是希望调和两党关系的 所以他只是在 阴阳了一番韩正 司马光 女工驻三人后 并又建议 将范春仁与范祖瑜 提拔到其他重要的官位上 这样既不破坏朝廷制度 也可以满足司马光的建材之心 高太后看在眼里 也知道是张敦手下留情 便同意了这个要求 只是朱光廷 苏哲和唐书问 还是被任命为了阎官 后来的历史证明 张敦的迎面心善 终终也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就当阎官们转头就弹劾张敦 一个书秘院长官 跑来插手阎官任命 这属于阅职阎士 原有原年真月 司马光的第二部公式 紧接着到来 这一次是针对牧役法 他希望可以罢除牧役法 恢复旧有的差役法 早在新年变法以前 宋查在全国实行差役法 简单概括 就是让乡村中的上等户 转流负担朝廷下赔的差役 如果服役过程中 朝廷资产遭到了损失 就要由这些上等户 来承担赔偿 但大部分上等户 缺乏处理朝廷事务的经验 其中难度最大的牙钱义 常常让他们赔偿到 倾家荡产 所以在韩企 韩将等士大夫的改进下 是王安石变法时 终于出台了牧役法 也既不再指让乡村上等户服役 而是让全社会的百姓 都根据自己的资产情况 向朝廷缴纳免疫钱和助益钱 就连过去享有特权的官户 僧侣等人家也要交钱 然后朝廷再拿这笔钱 去雇人服役 以将原本只集中在 上等户身上的服役责任 以收税的方式 平坦给全社会的阶层 在过去讲王安石变法时 我们曾详细讲解过 差异法和木役法 欢迎新来的朋友前往回看 其实从司马光的角度而言 他同样知道旧式的差异法骇名 早在仁宗时 他也建议过朝廷另外故人 负担亚潜意 甚至可以让城市中的居民 分摊农民的差异 因为城市居民的财产 要比农民多 抗风险能力更强 他对于苦乐军纪的公平追求 其实和老王 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 但问题是 老王的木役法 是要向所有的社会阶层收钱的 也包括下等户农民 但司马光觉得 农民生活不容易 下等户更不太可能 有闲钱交免疫钱 再加上他一直反对 倾施税收 这种开源的理财方式 老王的木役法看在他眼里 看比在肯德基 吃麦当劳一样可恶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 司马光的认知主要在于 他是北方人 北方下等农户 却是生活比较艰辛 缺少闲钱 但南方的农民 则相对好一些 所以在南方人 王安石的认知里 农民交免疫钱 并不是什么离谱的事 只可惜这两位一件领袖 一个是司马牛 一个是牛相公 在毅力之变思维的对立下 谁都不愿意让一步 那么现在 老王退休了 杂冈公上稿了 杂冈公自然明确地表示 要废除木役法 使用由他改良后的差役法 怎么改良呢 首先他认为 经过西风潮十几年的改革 重南的牙前义 已经归为朝廷故人来办理了 这很好 不用改 其次 问官户 私官户 女户收注意钱也没问题 只是数量要减少 但是收免疫钱的事 危害极多 一定要停止 另外 乡村上等户的差役 虽然要恢复 但允许他们自主雇人 帮忙服役 而不是像过去那样 被强制性服役 而且朝廷雇佣的人 基本都是没有填材的客户 这种人不少都是该留子 容易拿了钱就跑路 还不如让老百姓自己管理 雇佣本地熟悉的人 可以少生事端 最后 新奇的杂冈宫还加了局 如果地方县城觉得有什么问题 需要在五日内 就把意见反馈到周牙 司马光说五天 那么朝廷审核这篇咒书 审核了几天呢 足足十几天 为什么呢 第一是杂冈宫自己身体不好 交完咒书就请兵驾了 第二 是蔡雀一看到杂冈宫要正面开战了 她不放心徒长违向的韩正 便应拉上隔壁书命院的张敦 一起在高太后和哲宗玉前上一对策 蔡雀虽然能看出司马光的差异法中 有许多致命的问题 但是她不敢明着硬刚司马光 就想让韩正和张敦替她做出头鸟 结果韩正为了讨好高太后 反帮司马光说话 和张敦同样看出了蔡雀的小心思 这一次她选择了沉默 事实上 她早已经写好了反驳司马光的奏书 只打算在真正合适的时机 再给杂冈宫致命一击 而不是现在就成为蔡雀党政的消耗品 这下可好 没人帮蔡雀党枪 她还能怎么办 既然灾难不可避免 那就索性彻底计划矛盾吧 让司马光这错落百出的奏书公布天下 看看她到时候还怎么收场 于是 经过这么一番没有意义的扯皮 司马光的差异法 便在元有元年的2月7日 以朝廷照明的方式 正式颁布天下 那么结果是什么呢 自然是引发和爆炸了 司马光的奏书表面上看起来逻辑自恰 但说到底都是理论上的自恰 杂冈宫本质上还是吃了和社会脱节的亏 常年退隐的过往 使她既缺乏和基层官雅交流的机会 也没有组建一支可谢的幕僚团队 替她参谋调研 所以她奏书中的一切设想 全部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空想 司马光的差异法规定 地方周线要在5日内边收集意见进行反馈 县城虽小 却也藏着人间百态 地方事物如此之反面复杂 新异法从调整到熟悉再到实行 也不止5天 更何谈反馈 5天的期限 连司马光的追随者刘志都直言离谱 范春仁和陈一泽认为 这么搞动作太大 就算要调整异法 也得有个三五年的时间做铺垫 而且比起立法 用人也很关键 做事一击 对负责人的考察就会出问题 黄安石当初变法的一大问题 就是用人不明节奏太快 现在轮到你司马光了 怎么也犯同样的错误 结果听了他们的反馈 砸钢工的反应也和当年的老王一样 一概不听 范春仁不由的感叹 又是一个黄安石 而苏氏认为 木议法和差议法固然各有所害 但差议法指木议法的发展 好比真兵制到木兵制的发展 是顺应了分工更细化的历史趋势的 非木议法而恢复差议法 无疑是开了历史的倒车 不想司马光停了后 继续不以为然 气得苏大回家后 大骂司马牛 然而上面几位对司马光的反馈 都还是建立在 友好的交流的基础上的 比起下面出场的这位 才真正让司马早更知道 什么是破坊的味道 发言者自然还是我们那位熟悉的新党骨干 知书密院士 张敦 张苗点除 第一 司马光最大的问题就是废除免疫钱 朝廷既然能雇人做牙签艺 那么必然得花钱雇人 钱从何来 大多还不是免疫钱旅出 现在你杂冠工大笔一挥 注意钱消减 免疫钱全取消 那朝廷还够不够经费雇人 第二 杂冠工说没填产的客户都是该溜子 雇佣他们不保险 但明明变法以前 老百姓就常常偷偷雇 没有填产的客户 顶替自己服役 只是那时朝廷不知道而已 而且若是由朝廷来雇人 反而在人员管理上更加严谨规范 相关人员的家战情况 犯罪记录都能查出 可不是随意说句 人云亦云的话就能概括的 第三 还是这个五日期限太离谱 你杂冠工但凡有点工作经验 也不会这么没有工作经验 除了这三条外 张敦基本是对司马光作书中的每一条论点 都进行了点对点的贴脸输出 原文被收录在长边的元有元年 二月月底部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查阅 张敦在辩驳完后 又贴心地指出 司马光想改革义法的心是好的 木义法确实有很多问题 但若要修改义法 你得先让地方官员 进行半年的总结和反馈 再让中央的官员 既有义法经验的官员 一起研究实践 以陆继为单位先进行试点 然后再逐步扩大范围 如此才能得到真正可靠的改革方案 不然先帝刚死 你就草草匪他心法 样子也太难看了 张敦这段话 那主打的就是个阴阳怪气 恶心司马光 而且每字每句 都凝结自他十多年来 自基层工作的经验积累 那突出的就是个脚踏实地 鞭屁如理 可以说基本将司马光的义法 顽虐暴杀 那么这是不是代表 新党实现了反杀呢 却也未必 张敦虽然业无能力出色 但他在奏述中的措辞 实在过于分离 这无意激起了 旧党们共同的敌议 而且此时的旧党已检查出未来 如果按照正常程序 在支队政策的提议 是需要进行反复讨论修改后 才能颁布的 那为什么这一次 蔡雀等人 却直接将司马光的提议 当诏令下发了出来 而且蔡雀本人 既不给修改意见 也不署名 这不就是为了看司马光的笑话 故意挖得坑吗 司马光毕竟是旧党的旗帜 太羞辱他 那就是打整个旧党的脸 如此一来 其中要点 旧党们也必然要进行反攻 维护司马光的权威 这种时候 太要脸 那就是真的不要脸了 朝腾克从来不是个 只能讲道理的地方 刘志首先发难 他反问蔡雀和张敦 为什么关于奏书的问题 不在初步讨论时就提出来 你们这是结党迫害司马光 王严守则化身复读机 指一位强调 木义法害人 司马光的差异法 才是最后的 朱光廷则负责 输出蔡雀 抓着他做山林史时 唐突神宗凌家的失误不放 骂嗨了 还整出个用三贤 退三间的总结 三贤就是司马光 范春仁 韩伟 三间就是蔡雀 张敦和韩正 老韩甘当墙头草 却还是丢不掉身上的标签 而输出张敦的责任 则交给了另一位眼官 王迪 王迪是苏氏的好友 仁宗朝大儒 胡怨的学生 在地方围观时 颇有政绩 其实他也不太认同 司马光的差异法 但问题是 现在是路线之争 就讲不了道理了 王迪呢 也知道自己 吵不过张敦 所以他来了个骚的 首先他强调 以张敦的能力 他给出的建议 肯定是有道理的 陆氏对国家有意 实行也无妨 王迪算是先表明了个 比较高的姿态 然后就又说 但他还没有机会 仔细看张敦的奏书 所以具体的 也谈不了 一句话 让自己回避了 和张敦根据具体条令 进行论战的窘境 再接着 话风一转 王迪又重提司马光的奏书 会进宰相间的讨论 就被当成赵令 颁布的时 他认为一定是 蔡渠和张敦 结荡搞事 如此的话 司马光的能力 固然有缺陷 但人是君子 可以信任 张敦虽然有才能 却是奸邪小人 越有才 就越容易危害国家 治理国家 团结最重要 所以义法的这些破事 重点不在于义法本身 而在于有人 在背后搞事 讲道理 当初反对司马光 举建言官时 旧党就曾弹劾张敦 以知书命院士的身份 建言 是阅之言事 现在保持安静了 又成结党搞事 还动不动就扣 小人艰险的帽子 合着就是立场错了 被泼脏水 也是活该呗 虽说张敦本人 也确实有说话 营养怪奇的问题 但人本身 就是心高气傲的脾气 财情高的人 有几个不是心高气傲的 自真宗朝起 宋代什么时候缺过 为坚守真理 敢在御前 砍人境界的大丈夫了 现在轮到张敦 怎么就成奸邪刻薄了 何况人张敦给出的建言 一直都在努力修正 新政策中的不足 反倒是旧党 总是步步紧逼 各种弹劾辱骂的奏章 从未断过 人人张敦不直接 先桌子开骂 已经是收敛脾气了 当然最后的结果 还是一样 张敦还是怒了 在御前的争辩中 再也忍不下去 直接大吼一声 哼 一日 安可奉派车见 他的这一怒吼 是至于多年变法的坚少 是多日隐忍后的释放 也是放弃一切的悲悯 立场错了 被泼脏水 也是活该嘛 高太后事实站了起来 表达了对张敦 无礼的愤怒 而又年宋哲宗 也在此时真正记住了 这位担当至最后一刻的大臣 今天失去的东西 会有一天再取回来的 不久后 在旧党雪片般的作章弹劾下 蔡雀被外放陈州 张敦被外放卤州 而韩正也在旧党完身后 遭到抛弃 被外放隐昌府 新党在朝中所占据的首相 次相 乃至知书面试三个关键岗位空出 局势彻底逆转 元又元年 润二月 司马光被高太后任命为 尚书左朴叶 见门下侍郎 继为首相 五月 吕公柱被任命为右朴叶 见中书侍郎 继为右相 他们的好友韩为 审人门下侍郎 称为执政 而为了更好地借用 任宗使老臣的力量 安抚人心 在司马光的建议下 年与八旬的老臣 文彦博 再次被请出山 担任为在宰相之上的 平章军国重事 只是高太后和旧党大臣 考虑到文彦博年事已高 又只希望借用其威望 凝聚人心 而非真的想给自己找个领导 所以他们让老文 只需要每月来两次经验 每六日上一次炒即可 不得不说 不管你认不认同文彦博的政治立场 都要承认他的经验精神 西宁变法时 他已经能退休了 结果被神宗请回来 捏着鼻子 扮演王安石的反对派 现在都是仁宗曾孙辈的朝堂了 韩其复辟欧阳修等 同时代的老臣权作骨 他还要回来扮演吉祥物 文彦博值得一枚老谋勋章 只是当时没有人会想到 以上的这些老臣 都只是袁幼朝的匆匆过客 真正在这个时代留下政治成就的 却是同在袁幽元年润尔岳 升任执政的另一位大臣 吕大坊 当然这是后话了 至袁幽元年五月 高太后不但以旧党刘志 王严守等人控制台阶 更将司马光 吕公柱 文彦博等大臣提拔为相 完成了对整个朝堂的支配 其权威远过于慈圣曹太后 而不下于张宪刘太后 他今小慎微 约束家族 努力保持着与这些老臣间的和睦关系 希望从此结束朝堂上的党真 然不出意外的 意外马上就又发生了 袁幽元年九月 首相司马光去世 享年六十八岁 早在他拜相之前 与燃因病居家 回京执政后的一年多时间里 超过一半的日子都在养病 然即使如此 他也从来没有懈怠过 对政务的处理 所谓深寻设计 公清术物 不舍昼夜 他的政治才能 常让后世学者诟病 他在政治上的建树 也与去史学上的贡献 相去甚远 最后却死在了 追逐政治理想的路途中 不免偷着一些讽刺 只是在其去世时 今时百姓 都有为其掉也送行 所谓 话其相 可饮欲知 家之一本 饮食 必住烟 据说今时很多画师 甚至凭借替司马光画像 而发家制服 直至司马光下葬 四方来会者 改数万人 哭之炉 哭起死心 这或许 就是人格的力量 司马光固然是个 政治军事上的庸才 但至于人心教化 却堪为那个时代的典范 原右朝 至于西风朝 道德阵风的修正 也并非无病身影 只是司马光 过早的离世 导致了两个结果 第一 是他对于原右政治的构建 再难以完全贯彻 这若王安氏所言 致使至终 完全否定心法的 只有司马光 他一死 原右朝的方向 必然受到影响 譬如说他对于 割让西河路的态度 还与篇幅问题 一直没有展开 事后在讲 李宪之死时 我会详细展开 对于那个 割完神宗朝 拖鞭成果的谣言 也会进行深入讲解 第二 则是受司马光提拔的 台监势力 也开始失控 刘志 王安所等在地方围观时 镇身签名的大臣 也会进一步表现出 不下于蔡雀等人的 肮脏的一面 先救党针 固然没节操 救党内斗 那也是 没什么下限的 这些内容 我们也会在 之后的视频中 再新展开 最后呢 也为我们自己的 B站充电视频 做一个广告 如果对其他的 送贷人物感兴趣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B站包月充电会员 以后呢 我们会保证 以每个月 天心两期免费的 主线视频 以及两期 充电会员视频的 频率 来维持更新 因为人力有限 这也是我们 现在能做到的 极限了 感谢 朱军的支持 最后 感谢大家的 一键三连 和关注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